美国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心头有两块大事 第一块是怎么推出削减购债计划 明明设定在9月FOMC会议上公布时间表的 但是8月份的非农数据非常的差 宣布的政策转身被迫推迟 第二块大事是自己能否连任联储主席 明明得到财政部长耶伦等关键人物的强力推荐 但是白宫的官宣却8月推到9月劳动节前后 劳动节过了拜登还是没有做出决定 今年鲍威尔做对了两件事 令他得到白宫加持连任联储主席的机会颇高 他为拜登极其疯狂的财政支出计划 积极的保驾护航 在美债利率十分低下 正常投资者不愿意买债的情况下面 公开市场委员会主动稳定的把流动性注入到金融体系 令国债发行顺利有序 他是拜登100天计划得以成功的头号公审 尽管鲍威尔是温和共和党人 被特朗普推上世界央行一哥的交易 拜登和他的经济顾问们对他印象良好 那么为什么白宫迟迟未能正式确认鲍威尔的连任提名呢 撤走来自民主党内 民主党激进左派 比如伊丽莎白 沃伦等议员呢 对于鲍威尔在任内没有加强对银行的监管 深表不满 民主党的进步主义阵营 对于鲍威尔连任呢 一直没有表态 白宫在背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联储主席的任命需要在参议员通过 而民主党在参议院不能少一票 作为备案 取代鲍威尔的人选并不多 有实质性竞争力的只有一位 就是现任的联储理事 布雷纳德 他是现届联储理事中 唯一一位由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理事 在监管问题上态度更强硬 同时呢 又愿意配合白宫的财政政策 近月拜登在推进政策的步伐上呢 明显慢了下来 和上任后最初一百天的势头 简直是天壤之别 各项雄徒大忌受到国会的阻挠 甚至可能再报财政悬崖 此时此刻白宫不敢得罪 要求从严监管银行的党内激进派 同时也不愿意得罪 可能被严厉监管的华尔街 另外还有一批议员呢 对于鲍威尔无视通货膨胀 积息印钱的做法大感不满 他们也需要安抚 我相信鲍威尔连任的可能性很高 一则拜登政府在海内外连出昏招之后呢 不想再主动的挑起争议 一动不如一进 二则温和共和党人鲍威尔在国会受到 共和党议员的普遍支持 有利于促进跨党派合作 三则鲍威尔取得了财政部长 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的 一致背数 那么这有利于施政 最后但是最重要的是万一鲍威尔意外落马 债势可能暴跌出发新的金融风暴 据报白宫正在考虑提拔布雷纳德为 负责金融监管的联储副主席 也许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招 十月份白宫可以提供两位联储副主席和一位理事 只要鲍威尔还坐在联储主席的位置上 我认为联储的货币政策都会是鸽派的 因应数据和政治压力 他们有一段时间可能会行音识歌 在QE政策的细节上一定会有调整 但是估计QE本身不会结束 从十年二十年来看 我想联储在制造流动性上退一步 进两步 在一轮大放水之后呢 回收一点流动性 但是等到下一个经济危机或者市场动荡的时候呢 又再次大放水 这样的话 资产为王 现金为寇的投资大逻辑不应该变 不仅对美元资产 对人民币资产也一样 对人民币资产 再次大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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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